4月24日是中国航天日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2024年中国航天日的主场开幕式上 国家航天局宣布了两个重办的消息 那第一个重办消息就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将新增三名成员 中国呢将和这三名成员共同开展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论证 工程实施等多方面的合作 那第二个重办消息就是嫦娥7号将搭载六台国际载盒 透过这两个重办的消息 我们不难看出啊中国航天一直是开放包容的 那无论是探月探火还是国际月球科研站用或是中国载航天工程 中国始终是以开放的姿态欢迎世界各国参与合作 那中国的空间站更是面向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开放 国际月球科研站新增里加拉瓜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阿拉伯天文学和空间科学联盟三个合作国家和机构 中国将与合作方共同开展 国际月球科研站论证工程实施 运营和应用等多方面合作 嫦娥7号任务国际载贺搭载项目 根据载贺的科学目标 工程可实现性等原则 最终临选出埃及 巴林 意大利 俄罗斯 瑞士 泰国 国际月球天文台协会等七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六台载贺 嫦娥7号任务计划于2026年前后发射将勘查月球南极月表环境 月壤水滨和挥发分等开展月球形貌成分和构造的高精度探测与研究 截至2023年1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共收到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交的18份一项书 探索未知宇宙发展航天技术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离不开事业各国的通力合作 未来中国航天将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一起前行 把人类文明的足迹送入更加深邃的太空